5.试车包饺子 1.试馅 试馅是在试面之前把成型架打开90度,然后将调好的馅装满馅斗, 把离合手柄搬到开,将调节馅量手柄搬到需要的位置。 开车观察馅是否均匀、稳定,是否有间断现象。 待梳馅正常运转1到2分钟后,将离合手柄搬到停的位置。 2.试面 目的是检查面量多少和饺子皮的厚薄是否适应。 首先,通过调节螺母将面角龙推到适当位置。 将面切成5到7公分宽的面条,将面条投入面斗。 开车后,面管从内外面嘴之间挤压出来。 面管厚薄控制在1毫米左右为宜。 调整面管厚薄控制是通过旋转螺母来实现的。 面量多少是通过调节螺母实现的。 右旋面量增大,左旋面量减少。 3.包盒 将成型架干面斗和底面盒内放满面粉,将送馅离合手柄搬至开的位置。 并通过调节手柄使馅量合适,开机即可连续包制饺子了。 饺子包出来。